各位网友,今天是2022年的2月12号 刚才我讲了一下呢,这个以海的这种封控和管控措施呢 应该到了一个节骨眼上,是吧 最早被封控的这几庄楼已经过了三个星期,就是14加7 他们应该说呢,和整个全小区的管控一样 有可能会接着,接下来凭这样的一个出入证进出 这个社区,那我觉得基本上就要恢复正常了 这是一个好事情 第二呢,是什么呢 第二是我说呢,我们这个楼 因为这个封控的足不出户,我们来了晚 发现了病例晚,是吧 应该也过了14天 下边呢,应该进入到第三个星期的相对灵活一点的现象 我希望呢,我们能够下楼 希望能够走出家门 希望能够自己去倒垃圾,是吧 这是今天我刚刚说过的事 那么现在这一段呢,我想说一下呢 这一个多星期,大家比较关心的新闻 那么这一个多星期,从2月4号开始到现在 还有随后的一个星期,应当说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冬季奥运会 冬奥会呢,在这个北京站台口陆续展开 我呢,因为不了解也不熟悉冰雪运动 兴趣不大 所以我本人呢,并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呢 冬奥会的赛事信息 但是呢,这些问题 这些新闻推送 总会是要在手机上出现 你有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需要扫夜 那么冬奥会给我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我的朋友圈,律师朋友啊 或者说我的这些朋友们 比较关心的是古爱玲为代表的 这个运动员的国籍问题 是吧,所谓规划球员的国籍问题 如果说不是因为有大家争议这些事 那我就完全不知道 另外呢,其实我的朋友圈里面 因为律师居多 更关心的一件事 压倒性的事情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各个群里头 我认为能压过了冬奥会的 实际上呢,就是徐州的 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 被拐卖的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追问啊,拷问啊 发酵啊,和徐州方面的公告 以及各种各样的疑问 所以说呢,我要总结一下呢 以往的十几天 最重要的国事活动 体育运动 是冬奥会 大家都很关心 我不关心 不等于别人不关心 我也理解 关心竞技体育的人 我那么关心这个 踢得稀烂的中国足球 是吧 这个兴趣使然 那自然也会有人 关心冬奥会 这毕竟也是一个 这个重要的事情嘛 但是呢 关心冬奥会在我看到的 是关心郭爱玲等规划 运动员的国籍问题 是吧 第二呢 是呢 这个什么呢 第二是关心徐州的事 而且对徐州的事的关注 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目的失利所及 见闻所及 超过了对冬奥会的关心 这是未来的 以往的这个 一个多星期的情况 十天的情况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 冬奥会的这件事 大家关心的这个 郭爱玲的这个国籍 我呢 因为对中国的国籍法 应该说呢 只是看过一遍 还是二十多年前 考律师资格的时候 看的吧 只知道中国不承认 双重国籍 大概也就是这样 其他的情形呢 我就不了解了 第二呢 是我也不了解 美国的国籍法 第三呢 是我也不熟悉 国际奥委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运动员代表 哪个国家参赛的规则 我都不知道 所以说呢 对于徐州的事 因为那么多人关心 是吧 我呢 又不是一个刑法专家 我就没有更多的 具体的去做那个事情 我说过一次呢 是从新闻自由的角度上去讲 我说的是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新闻自由 那么这些事情 应该说是没有多少机会发生的 因为它过于乖张离奇 它符合新闻传播的特性 也符合呢 这个最近的二十年来 中国这种 这个大家越来越尊重私人权力 越来越尊重人权 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 再加上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是吧 这件事 一旦摊到阳光之下 那么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是吧 路灯呢 是最好的警察 这些都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 所以说呢 这些悲剧 应该就 不一定会发生 那么关于奥运会的事情呢 其实呢 我觉得 除了谷爱玲的规划 和中国男女兵球队 那么多人是规划球员 是吧 那么我觉得 这个 这说明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是吧 我们虽然说 黑龙江东北辽宁 是吧 这些省份的冰雪运动 其实呢 还是有他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得天督厚的条件 是吧 但是不能否认呢 这个 冰雪运动的这种 覆盖面和影响力 比足球运动 可能更长 因为他对 自然条件的要求呢 更加 更加的什么呢 更加的严格 你必须得有这种 寒冷的季节 有冰雪 才可以 但是 另外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 中国国家足球队 正月初一 一比三输给越南 说明什么呢 说明号巨资 引进 这个国际上的 高水平球员 来充实中国的 这个足球运动 是吧 靠房地产业 和其他的这种 这个商业的 巨额投入 来使得 中国的这个 足球市场 是吧 职业联赛市场 有些这种 亢奋 其实 并不能够解决 有效的解决 这个中国的 这个竞技水平 和群众运动的水平 毕竟呢 这个中国 好像听说 注册的球员 只有几千个 是吧 从这个 90年代初期的 甲鸡联赛 职业化 主客厂制开始 球市火爆 很快呢 就通过打甲球 打关系球 通过黑哨 是吧 来把这个 那时候的局面 毁掉了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经过 2002年的 世界杯出现 是吧 引入这个 米罗地诺维奇 这样的 优秀的教练 然后再往后呢 就是每况愈下 以至于我们现在 看到自己的球员 完全不会踢球 输给越南 我认为是正常的 还有呢 国足的规划 我怎么会发现呢 这些球员在场上的表现 其实也不够好 是吧 我记得东亚足球 四强赛的时候 90年代初期 日本队当时 这个异军突起 还引入了一个 巴西的中场 叫拉莫斯 球踢得非常好 怎么我们 四个规划球员 都解决不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有呢 这些规划球员 打完了比赛 立即就回国 我相信他们 很快就又规划成 巴西国籍 或者其他的国籍了 那我想呢 这个 这样的一种 方式 是不是有价值 是不是有意义 花这么多的钱 我个人觉得 非常非常的 值得怀疑 而且他们的金主 类似于像恒大 这样 不惜血本去做足球 以至于自己该还的债都还不了 是吧 不得不走向破产重整 这样的一种状态 也说明这个事呢 难以为继 关于果爱玲的这个事呢 我的这个 法大的校友群里呢 有一位朋友 他呢 这个 写了几条 我想把这个 给大家读一下 写的对与不对呢 我也不具有 专业上的判断能力 他说呢 这样 名字我就不讲了 他叫隔了一宿 再捋一下 一 郭爱玲 2003年9月3日出生 拥有美国国籍 而没有中国国籍 二 2019年6月6日 未满16周岁的郭爱玲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声称 自己加入了中国国籍 并且还配文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郭爱玲报道 他取得中国国籍 应该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过湖 不合法 也得合法 那么这时候 就出现 他拥有双方国籍 双重国籍的情况 按照中国国籍法第八条 他就不能再保留美国国籍了 按照美国法律 放弃美国国籍 不能在美国境内进行 必须在第三国 且合法停留 在美国领事馆去办 同时必须拥有第二本护照 或者其他国籍 这时 他也就具备了 遵守中国国籍法 放弃美国国籍的条件了 这是2019年6月6号 他加入中国国籍 三 至于美国未满16周岁未成年 能否自主弃吉 网上有不同说法 一种是16岁以下 美国未成年人 不能自主弃吉 一种是未成年人 未成年美国人 不能由父母代替 来放弃美国国籍 未成年可以放弃美国国籍 只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由美国领事官员判断 且一旦放弃 很难再获取 按照美国契机信息 和斯坦福录取情况 已经年满18周岁的谷 还没有放弃美国国籍 四 谷可以决定代表中国参赛 符合国际奥委会规则 这个问题 美国人 中国人都挑不着错 五 已经年满18周岁的谷 至今还保留美国国籍 违反中国国籍法第八条 和其入籍申请 遵守中国宪法与法律 这样的规定 没有得到处理和纠正 他本人可以对此不说话 国家移民管理局 公民出入境管理司 作为主管单位 不能不出来澄清吧 所以讨论谷的国籍问题 还是有必要的 体育的归体育 法律的归法律 这个呢 是我的一位校友朋友 他呢 做的一个归纳 那么我读了以后呢 我觉得 似懂非懂 但是总觉得 还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值得 大家去思考 我个人觉得呢 还是那句话 古自己可以不说 是吧 奥委会呢 如果觉得 他代表中国队比赛 没问题的话 也觉得这不是个问题 但是国家移民管理局 公民出入境管理司 对这个问题 应当去关注 是吧 应当去关注 不能说他代表中国 获得了奥委会冠军 他就具有了 这个法外的特权 因为中国的法律呢 是人人在适用法律上 一律平等 凡事呢 都是要 这个一查到底 是吧 同时也要一查到底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我要说第二个 我关心的事呢 就是徐州的事情 有人讲过呢 古爱玲 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历 是吧 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 是 是一个 她是一个女性吧 是吧 但实际上呢 说古爱玲 与这个 这个 这个杨某侠 也叫 也有人说 就是叫李盈 是吧 与她的这个 被拐卖妇女之间的 命运 就隔着一闷棍 是吧 如果说这个 拐卖的这种情形 轮到她头上 如果说她生活在中国 实际上呢 这个 那她就是 这样的一个命运 事实上呢 就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 衡量法治啊 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 靠的不是那个 最长的那块板 这就是牧童理论 而是靠那个 最短的那块板 对吧 就是一只木桶 能够装多少水 只取决于 它那个最短的 短板有多高 是吧 否则的话呢 如果说 它只有十公分 其他的就算是 二十公分 你的这个水 也会从这个 短板的顶部 溢出去 所以说呢 一个木桶的容量 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 短板 最短的那块板 也就是说 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 衡量中国的人权状况 社会情形 实际上不是靠 谷爱玲这类 成功人士 是吧 也不是 是不是靠谷爱玲这种成功人士 而是呢 这个徐州 被锁链 锁住的 那位 那位 杨某侠 姑且还叫杨某侠 是吧 那么这个里头来讲呢 其实 我为什么说 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呢 就是徐州方面的 每一次声明 官方的每一次声明 都不断的被 这个 多才多艺的网友 是吧 网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但网上的高人确实是多 是吧 我们那种这个 一瓶不满 半瓶乱逛 有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我觉得 这些天呢 我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我讲过言论自由的问题 它的重要性 实际上来讲呢 这个 也是因为我 不够 不够专业的 懂得呢 这个法律上的规定 那我觉得 有这个罗翔啊 车浩啊 陈碧啊 像他们这些 有金红伟啊 这些律师和学者 他们去关心这些事 比我 跟着后头去 去 去讲 可能呢 会 会更好 我一直呢 在读大家的东西 是吧 但我从这个 新闻自由的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当地 徐州当地 封县 江苏 乃至我们这个国家 实际上呢 还是在回避徐州 所暴露出来的 这种特别特别 令人触目惊心的 拐卖妇女 损害人权 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形 那么最后的这个 这个徐州发布的声明 到底是徐州做的 还是公安部 是吧 还是国家层面 整体上的一个规定 那我觉得 不知道 我相信的这个时候 徐州即使做 也会得到 上级领导机构的准许 这件事 已经不是江苏和徐州的事了 是吧 对于江苏这样的一个 经济发达的省份 是吧 这个在去年年底呢 就宣布已经 除了17个 17个贫困人口之外 没能脱贫之外 已经全省实现了脱贫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 徐州的这个 风险的这件事 一家 就占掉了10个名额 有8个孩子都应该 差不多没有能够完全脱贫 23岁的这位 这位长子 也可能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 那我觉得至少能占9个人吧 其他这个7个未成年孩子和这夫妻两个 至少是没有能够脱贫的 这还是江苏 其他地方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件事也是需要去检讨的 我现在要说的是呢 这个还是跟信息的传播 与新闻自由有关 这件事情之所以走向公众视野 是源于最初自媒体 上去 到人家里面 去什么呢 去寻求这个 这个流量机会 是吧 要求给他们来做 这个董志民呢 也在做各种各样产品的代言 是不是得到了一些帮助 那我觉得有可能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公共的舆论场上会发酵成这样 那么现在可以肯定的讲呢 至少从我的感受来讲 徐州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丑闻 在中国召开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特殊时期 实际上呢 是分散了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冬奥会 中国举办的这场冬奥会的关注度 更多的人在关注中国妇女的解放 中国妇女的基本权益 在关注这些事 这些事该不该关注 我觉得冬奥会是十几天的事 是吧 全民体育呢 是应该关心的 全民脱贫 也是需要去审核的 那么 基本的人权保障 也应该是不能够忘却的 那这些事情 基于网友的这样的一种 比如说我那个 法大的校友 那个师弟 这个作家西元秋 是吧 还有呢 这个叫林哥观察 因为我没有微博了 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对这个事的关注 发表的消息 还有其他以前的其他的别的人 那么这些视频发出来以后 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个时候 封线是通过防疫这样的一种事情 把所有外来的记者挡在村外 是吧 所有的记者一旦接触 暴露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会被点杀 就会被 一个是堵住 一个呢 是这个 他所在的单位 直接把记者召回去 全世界的记者都是在抢新闻 他的天职就是要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 我说过的十几年以来 我们的这个原来的纸媒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 电视记者 新闻调查 交点访谈 都是要尽快的冲到现场去 不管是地震也好 动车也好 还是这个三聚情安也好 虽然也有这个禁令 也有这个真理部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约束 但是毕竟呢 我们还有那样的一些机会 而现在大家说 徐州的事 是吧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封线的事 没有真正的传统媒体 在场 整个缺位 这件事呢 确实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 因为自媒体的作者 他不具有专业的平台 和那种相对来讲 严格的那样的那种训练 网上有些事情的 确实在事实陈述上的 有人云亦云的成分 这也没办法 这个也没有办法 但是这个事发起来以后 完全不具有任何法律意识的 这些当地人 签署 不约而同的 给这些最先发布的 比如临格观察 比如作家西安秋 比如说某些专业媒体的记者 是吧 因为他们推动了这件事 因为他们发了自己的稿子 给他们去打电话 要求他们删帖 是吧 说呢 你侵犯了我母亲的肖像权 是吧 侵犯了我们家的这个隐私 而且呢 有些呢 是在用派出所的电话 打出来 我就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求自媒体博主 这样去做 我认为这个里边 一定是公权力 在做手脚 那么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 他写了一篇稿子 写这个钟某仙吧 另一户 不是这个八个孩子的母亲 是另一户 然后这个稿子 在财新网上发出来 结果他就接到 这个 他发稿子 这个人的大儿子 一直缠着他 打电话 要他删稿 威胁说 如果不删稿 他就讨不到媳妇 他就没有脸 他就不活了 他要做吊死鬼 给这个记者看 这件事情 当然稿子是删掉的 是吧 因为这个 中宣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吧 是吧 稿子确实是删掉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能看到的什么呢 我能感受到 对徐州这件事 这个宣传部门 各级的这个 这个舆情管控部门 还是在尽量的 去分流 然后呢 去审查 要求这些事呢 能够在 权威机构的 掌控之下 逐渐逐渐的发酵 但是我觉得 非常遗憾的是呢 这样的话呢 会使得真相 不能够传播 不能够被人知道 这些 这些被拐卖妇女的亲属 他们的表现 也的确呢 非常令人失望 这里面 实际上呢 是涉及到呢 比如说拿这个 我们这个律师行业来讲呢 涉及到 跟当事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有的时候呢 你帮了人家的忙 是吧 你做的这个事 做的不错 其实呢 中国的这些人 你的当事人 未必是有信用的 也未必是有担当的 我记得在这个 年轻时候呢 读过王硕的一文小说 很薄 叫玩的就是心跳 他说你现在建议勇为 你建议勇为呢 如果说你上前建议勇为 那么这个被你救的人 是扭头就走 他就会把你和流氓 搁一块 这是王硕呢 在90年代 90年91年的时候 玩的就是心跳 这部小说中间 所提到的一句话 你不能不说呢 他有他的 他有他的 这种预见性 我这时候就想到 律师和当事人的交道 那么律师被当事人违约 该付的律师费不付 是吧 这种事情比比皆是 我自己也遇到过 对吗 另外呢 律师出卖委托人 出卖这个 当事人出卖律师 这种情形 也不是没有 是吧 也非常多 还有呢 就是一个极端的一点的事情 我想起来呢 2007年 我的朋友呢 重庆律师周立泰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周立泰呢 是一个为农民工 打官司 因此出名的 一个重庆律师 他在重庆 在广东的东莞 他都有他自己的分锁 是吧 在好像在万州吧 也有分锁 然后周立泰呢 比我大十来岁 是吧 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草根律师 跟我一样 我也是半路出家 他跟我的不同 是虽然说呢 他的性格这么生猛 但是呢 他现在还有律师执照 还在继续做 他呢 在2007年8月 发了一篇文章 在博客上 那时候可能微博还不行呢 题目叫 又一群狗日的跑了 他骂的是谁呢 这狗日的 骂的这些畜生 就是自己帮助过的农民工 他的原文 我可以读一下 也不是很长 原文是这样的 我读这个事情 我没有跟周立泰讲 一会儿我会跟他说 他的题目呢 叫 又一群狗日的跑了 王天松等六十余人 是分别来自四川 重庆 广东 江西 等不同地方的农民工 王天松等六十余人 于1991年5月 至2004年5月 先后应聘到 东莞 力兴塑胶 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分别从事 模具 餐馆 等不同工作 2005年11月2日 该公司老板 携款逃逸 公司停产 2005年11月5日 本人也就是周立泰 接到员工代表 于代中等人电话 称公司老板逃逸 还上欠员工工资 百万余元 希望我们律师事务所 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六十余名员工 推荐于代中等五人 为诉讼代表 并与重庆周立泰律师事务所 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指派周立泰律师 及唐义律师 担任其代理人 合同约定 签订合同时 支付律师办案 拆旅费两万五千元 按截后 按实际赔偿数额的 百分之十五 支付律师费 签订合同时 交纳的两万五千元 在应缴纳的律师费中 予以扣除 办案所需拆旅费 由律师事务所承担 接受委托后 我们于2005年11月9日 即向东莞市 劳动争议仲裁委 申请仲裁 该委经开庭审理后 做出裁决 由用人单位支付 王天松等人工资 及相关补偿金 14万余元 我们认为 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裁决的经济补偿金 即发激数 及工资金额 与实际情况不符 便支持当事人 向东莞市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按经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后 做出判决 由用人单位 支付王天松等人 70余万元的 经济补偿金 及拖欠公司 经过我们一年多的艰苦努力 东莞市人民法院的判决 生效后 案件最终得以全部执行 接到法院的通知后 王天松等60余名当事人 于2007年8月15日上午 赶到东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领取赔偿款 得到诉讼代表的通知后 律师事务所 及安排深圳分所财务人员 谭英建前往东莞法院 协助各当事人领取执行款 同时收取约定的律师费 在法院分发款项的现场 各当事人应当领取的款项 全部由法院及相关人员 华波志当事人提供的银行账号 并未分发现金 王天松等60余名当事人 全部领到赔偿款以后 及各散五方 对于律师事务所派去的财务人员 提出的按照合同约定 收取应收的律师费 请求 这个请求根本不予理会 当事人应当缴纳的7万元律师费 化为泡影 员工代表于代中 为了方便大家尽早到达法院 领取补偿款项 自己出钱租了两辆中巴车 另外为了在所有人员拿到补偿金后 能聚集一起庆祝一年多来官司的胜利 于代中自己垫资 在东莞市清西镇某餐厅预定的六桌饭菜 结果在这些当事人领到所有款项后 连于代中垫付的包车费也没有支付 预定的六桌饭菜更不会去吃 于代中和我一样 气得要跳楼 重庆周立台律师事务所 及新镇分所主要面向全国范围 委居于弱势的民工 提供法律帮助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农民工要是输了官司 就会向司法行政机关投诉 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未能维护其合法权益 如果赢了官司 得到赔偿款项 他们就会拿了钱就开溜 至于社会提倡的什么诚信 道德全然不顾 对于那些输了官司 就投诉的农民工 我不想做什么评价 而对于像王天松这样 等人这样拿了钱 就开溜了当事人 我只能说 真是他妈的帮 真是他妈帮畜生 这是周立泰所写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发表在博客上 当时呢 被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呢 这个叫南方都市报那样的 基本上都发了评论 有一位博客的博主呢 叫异乡思念的博客 他写了篇文章叫 也骂周立泰 我这个就不多 我就不多讲了 逻辑很混乱 这个人可能也是个农民工 或者是怎么样 他对周立泰那篇文章 臭骂一顿 他说你骂农民工是畜生 你是什么 怎么和畜生打交道呢 不要忘了 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 我很理解你 但我十分欺负你 你也不是个东西 你也是个混蛋 狗辱的 王八蛋 为什么骂人 农民工是社会 最低层次的劳动者 什么样的人都有 欠你点钱 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你有几百万的钱打水漂了 你知道农民工 一辈子有多少吗 你知道他们是 怎样生活的吗 你怎么不去找 那些老板讨说法 为什么不呼吁国家 来从根本上立法解决呢 帮老百姓拿到了钱 在你那里还要打点折扣 你知道你在赚农民工的钱吗 这是血汗钱 你的内心是希望有更多的农民工 都拿不到钱 这样好来补充你的事业 是这样想吗 混蛋 因为你因为农民工 你红了 你了不起了 那些做慈善事业的人怎么办呢 你才丢了几个臭钱 就没命了 就大骂 何况你还拉过不少赞助 钱去哪里了呢 你去每个农民工家里看看 有钱会出来打工吗 他们为了生活 孩子上学 护养家中老小 离开亲人 背井离乡 参与国家建设 用他们的辛勤劳动 和无私奉献 换来的是老板的不给钱 律师的破口大骂 你有良心吗 混蛋 我认为明天起 你就不要做律师了 不要和农民打交道 这样你就不会生气了 不会再骂人了 吃农民工的 喝农民工的 玩农民工的 还有破口大骂人 所有的农民工都没给你钱吗 混蛋 混蛋到底的混蛋 我代表所有的农民工 憎恨那些混账老板 憎恨那些从农民工身上吸血的畜生 感谢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农民工 希望国家给予更大的帮助 也希望有更多的好心人来帮助他们 混账周立泰 想真正的帮助农民工 就去他们生活的地方看看 不要得了好处又卖乖 尊敬的各位网友 各位尊敬的网友 文章写的不好 但它代表了所有农民工的心情 我们的祖先都来于农民 让社会再来帮帮他们 提高他们 不要再歧视 不要挨骂 这个文章我不知道是不是反讽 但是这个文章呢 确实写的逻辑极混乱 农民工吃 周立泰吃农民工的 喝农民工的 关键是这一笔周立泰没吃上 他自电子 拆旅费自掏干粮 然后打了一年多官司 打下来有合同 农民工一哄而散 拿了钱就走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谁还来帮农民工 农民工和律师 和周立泰律师之间 是一个合同关系 跟我们 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委托 也是一种合同关系 如果合同约定了 不需要付钱 没关系 如果合同约定了 律师付差旅费 也没有关系 那么如果说达成了一个 赢了官司的付款条件 律师当事人就应该付款 刑事辩护呢 这个非常有名的 著名的律师周明勇 也写过一篇文章 也批评这样的一些当事人 我觉得呢 这个我们都遇到过 像我们做律师 以前做律师 没有被当事人埋怨过的律师 是很难的 很少的 没有被当事人欠过费的律师 我觉得也是比较少见的 对于我来讲呢 也不高兴 但是呢 这个 我会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尽量平稳 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讲究落袋为安 这个钱是你的 到了你的口袋 付了以后才是你的 如果说没付 那他就应该 说不定就应该是不是你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跟我谈生意呢 好谈 付不了钱的时候呢 也没什么大了不起 我也很少呢 那样去做 是吧 很少去 去做那种 这个 特别特别 情绪激昂的 像周立太这样 我非常理解周立太的心情 非常理解 这个 没有诚信 其实是中国社会 各个阶层的人 都这样做 人虽王法 炒随风 是吧 新闻联播有诚信吗 人民日报有诚信吗 各级官员有诚信吗 是吧 你说是山东平渡那个王力 要用一百种方法 去形式上网户的人 他有诚信 还是刚刚报出来 这个四川的那个乡镇书记 是吧 骂这个上访者 他们有诚信呢 问题是上访人士 也有些人 没有诚信 不是说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底层 是吧 他就一定能够站在诚信和道德的制高点上 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这种事呢 我们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就好了 是吧 自己就做自己的事就好了 你跟当事人也好 跟谁也好 缘分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什么程度 是吧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当做一场修行 是吧 这个交各种各样的朋友 四海之那些兄弟 这种钱呢 拿得到 那就拿 拿不到 其实也无所谓 看得轻松一点 实际上呢 这个 我小的时候呢 老父亲跟我讲过 他说 我们的老话叫 老天爷饿不死 瞎家桥 是吧 他说呢 一颗 一颗草叶 顶着一颗 露水株 总是有你 正常的出入 我现在是不是 过于鸡汤了 这个态度 怎么 感觉跟这个 跟这个鱼丹差不多了 不合适啊 但确确实实呢 我觉得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是吧 什么样的想法的人都有 不用呢 去更多的去 为别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 让自己的心情不好 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毕竟呢 我还能够在我的 这个职业生涯中间 遇到张宝正 这样的好朋友 河南沁阳的农民 是吧 我还能够遇到呢 这个 任建宇黄澄澄 谢苏明 是吧 这样的 好兄弟 好朋友 在这个 帮大家忙的过程中间 我还能够结识 像四伟江 徐立平 这样的 好兄弟 这不就已经 很好了吗 还要怎么样呢 所以说 每个人 都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生活 是吧 说的有点散 是吧 一个是徐州的事 抢了冬奥会的风头 一个是 这个 这个冬奥会的事情 用规划的球员 是吧 用引进人才的方式 临时抱佛脚 他不能够代表 中国的冰雪运动的水平 希望这一点上 中国会有 更好的平成心 是吧 锦标主义 不是不对 但也 未必很好 还是要尊重 正常的规则 谢谢